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日根博主赛杰特 今天来讲一下Tuna Scale安装 XTEV1和Plex 实现IPTV的录制和直播 跑起及顶盒 想要使用东西 首先我们要有IPTV的圆 圆可以分为几种 一种就是我们自己的 比如说你开了宽带 然后宽带会有一个IPTV的这个接口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圆 但这个圆我们有几种方法获取 一种是我们直接去N3论坛 然后去找一下 N3论坛里面搜关键词 省份 然后加上你的运营商 然后IPTV圆 一般都是可以收到的 要么的就是你自己去抓包 然后去解析 这个网上也有一些教程 我这里也给出了一些教程链接 第三种就是使用公开的IPTV圆 比如这边我给了两个链接 他们都是公开的IPTV圆 公开的圆是没有运营商的那种快的 速度慢会卡顿 但是呢我也没有这个运营商的圆 今天就主要演示的使用公开的圆 其他可以大家去尝试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先下载这个圆的文件 这边有两个这个链接 如果下载这个链接的 它里面默认是有一些 台标什么的文件信息 我们就不用转换 如果是这样的 如果是这个里面的链接 它是需要有台标转换的 我们就先把这个下载下来打开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文件打开方式呢 我们要用这个记事本 记事本打开之后 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些文件 它的命名规则就是 上面是TV的这个名字 然后它会有什么语言英文 然后它会有一个logo 这个PNG的logo 然后这个才是它真正的 串流的地址 像这样的文件呢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 包含台标的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再来下一下这个的文 这个文件来试一下 你们就随便下一个 这个我们也来打开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里打开了之后 它就没有那些什么logo 还是那些信息 它就只有一个这个推流的地址 像这样的我们就需要转换一下 这边有一个 我也提供了这个网址 我们呢只需要把这个上传上去 然后他说这边什么已经匹配成功 并不是所有的频道 它都会有这个什么台标什么的 它有一些这个网站上匹配不到 但是绝大部分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直接下载 我们再打开看一下 你会发现它就会扩展成我们一开始看到那种文件一样 他边会有一些分类 这些分类我们后面也会用到 所以呢 我们下到这个文件之后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它是否包含了这些全部的信息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来这个网站来转换一下 如果有的话就不需要了 另外呢 如果是自己的缘 就比如说是N3论坛的那些 缘的话 它可能是要进一步转换的 我这些 提供这个链接里面 它应该是有 比较详细的这些教程的 我这里就不赘述了 然后呢 我们就安装这个 XGV1 然后呢 我们就来应用 可用应用里面搜一下XT 就直接点击安装 名称呢 跟他的这个自己的名字一样 我们复制一下就可以了 这边呢 都没有什么要改的 我们可以改一下这边的储存 这里呢 在安装之前呢 你需要自己创建一个文件夹来存放它的这个应用的文件 我们使用这个hostpans 我这里是已经提前建好的这个文件夹的 然后下一步 下面全都是默认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保存 就可以了 然后就等待它部署 这里正常运行之后呢 我们先打开看一下 可以看到是这样的一个界面 然后呢 我们需要把我们转化后的那个M3U文件导入进去 我们找到我们映射的那个文件夹 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可以把这个文件 保存进来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先把这个文件名先复制一下 然后我们来继续设计这里 这Number呢 一般我们填10 然后下一步 这里有两种两种都是可以用的 第二种呢 是把一些节目单直接就保存在我们的这个 XT里面 另外一种呢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单 直接通过网络去获取 两种都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 PMS这个成功率会高一点 然后这个X1P这个 因为节目单在这里里边 有可能你节目单设置里的有问题 然后Plex就会报错 我们呢 就先用这个简单的 然后下一步 这呢就需要填我们刚刚的那个文件 但是呢 他需要一个路径 它的路径就是 这个路径 然后杠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就可以看到进来了 我们这里有一个什么汉流的这些有多少个 我们点下这个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文件 然后呢 我们需要设置分组 点击这个分组 我们add 然后group就是这个默认这个M3U文件里面的 然后他这里边会有一些分组 然后我们就按着他分 比如说 央视 这里就可以你自己可以填 然后我们save就可以了 通理 我们可以把其他一些分组 全都给他分好 让你这边填你自己想要的名字就可以了 我这里就只分一个就好了 然后呢 我们就需要来到Plex这个Plex的安装呢 我以前也介绍过 相信这个大家应该都会 然后我们把它打开 然后点击这个面板 然后这边就会有一个电视直播 然后我们点击设置 一般情况呢 他可能会这样直接就收到了 如果收不到的话 我们需要手动填一下 你可以填内部的DNS 就是这个 你也可以直接填这个 你的NASIP加这个端口号 他这边也给你写了 然后正常的情况下就可以这样收到了 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 这里呢就是我说的那个节目单 他叫什么指南 我们博客这里 也有写 像这样已经连接上之后呢 他就会匹配一些我们的这个节目和他的节目单 然后我们继续 他需要下载一会儿 这里的显示完成我们点击查看指南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些 tv 然后他对应的时间 然后都是什么节目 都有了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播放就可以了 正常的播放了 但他有可能会报这样的错误 那是因为我没有设置缓存 我们我们继续来到这里 然后有一个设置 这呢也可以改我们的那个模式 那我们接着往下 这边有一个 推流 然后我们选择 他这边有写 不同的格式 他可能支持的不一样 现在根据你的自己的实际情况 我们一般选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save 可以看到这里就可以正常播放了 然后这边也可以调他的 清晰度原始啊 还是什么 但因为我用的是公开的圆 所以他是比较卡的 你可以看到 所以呢 建议大家 如果是自己有 iptv的话 尽量使用 归名商的圆 这样的话会比较快